有!這個有中! 我們現在要去沙灘釣魚 先穿過一個公園 這裡大部分的人都有養狗 大家都很友好 他也叫他? 先穿過這個徒步道 後面就是沙灘了 先穿過這個徒步道 先穿過這個徒步道 真是狗的毛正常 Hello 現在已經是傍晚4點多了 我們就掉到天黑之前就回家 我們今天在沙灘做釣 然後目標魚是拍了 然後釣組就差不多像這樣 三叉的八字環 接一個gamehook 就是三連工 在巨店都可以買得到 然後下面就是這種沙灘的 毛籤 那這樣子會比較容易定得住 然後這個魚啊就這樣掛 先比好他的這個長度嘛 然後就剛好一個 就這樣背上掛上去 第二個就這樣壓下去 然後再轉一下 他就進去了 像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啊最重要的是這種繩子 這種綁耳的繩子啊一定要用 尤其是使用整條魚的話 他這個使用很簡單 就壓著這個線 然後就順次的繞上去 他一條很細 但是他的延展性蠻強的 所以他這個固定耳還蠻有用的 然後再給他繞回去 這樣子你怎麼用力的拋啊 他都不會掉 最後就直接一扯 他就直接斷了 所以超級方便 就像這樣 好那我們來試試囉 帶上這種 保護你的手指 不然甩起來蠻痛 整體的吊組就像這樣 我們再看一次 三叉的八字環 帶一個三連溝 然後下面就是一個沙灘的牽 可以走到前面一點點 OK 拋出去就等了 掛上的時候啊 這個捲線器要把它卸力 剛好調的剛剛好 免得大魚來了 整個竿子都飛走完 OK 這樣這樣 有魚咬的時候啊 乾頭就會直接凹下去了 那如果這種小小的 那只是一個海浪的波紋而已 波動 直接凹下去那個就是訊號 剛剛有抖了好幾下 感覺是來吃了 要捲緊一點看看 有有 終於了 有這個有中 看看是不是我們要的胎了 喔 是是胎了 OK 胎了就長這樣 細細長長的 然後啊 牙齒非常的鋒利 如果用一般的魚鉤單鉤的 他一咬到線就斷了 所以一定要用這種三連鉤 OK 今天也有魚吃了 這條不錯 胎了其實蠻好吃的 這條就把它帶回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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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